写着大城阁三字的戏台 流畅的台语对白 生动的布袋戏 你能想象眼前这出精彩好戏 可全部都是由社区长辈们一手包办的吗 桃园发德区大城社区发展协会 自民国107年开始 邀请专业老师教导社区民众 从零开始学习布袋戏 理事长也说明了成立的原因 当初我们是因为 我们社区里面有一家的 有一间的那个大奶浮沉公 土地公庙 因为每年都有做布袋戏 那么后来因为居民 看到布袋戏 每年每一次做的都同样的戏文 那都是同样的动作 因此就希望说 我们社区能够也来做布袋戏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这个意念 我们也经常到外面去表演 我们非常的卖力于 作为这个布袋戏的推动 而且我们也跟小学 国民小学以及我们六儿园 他们也都很有兴趣地 来跟我们共同来演习 大城长中布袋戏社 成立至今四年 每年都会编写一出新的布袋戏剧 从编剧到演出都是由社员和老师 一同讨论和制作 无论是彩绘戏台 还是制作布袋与戏服 一样样都难不倒他们 社员也现场示范如何操偶 演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 我们也不晓得说这个 这个我们是有请老师 专业的老师来 来教我们 就是这个手指 就是这个食指要撑着这个头 这个木偶头 它中间有一个洞 这有一个洞 就是食指要穿进来 然后这个另外这个手指 是撑跟这个 是撑左右手 对对撑左右手 然后就是这样子 大家好 就这样子 布袋戏又生长中戏 顾名思义是用手指来操重布袋 然而外面卖的布袋戏 偶头的重量 让社员们手指有些吃不消 因此社员六星大便 开始钻研布袋制作 再用保丽龙与黏土来减轻重量 他也分享在剧本和角色底定之后 要如何从头开始做戏 并认为这困难的步骤 照在于如何勾勒表情神韵 制作以后我们开始第一步是 除非完了以后就 眼睛耳朵造型给它皱上去 然后就把它打光 然后就要上色了 上色化妆 化妆以后 我们最主要就是 头发的受计人 它是什么角色 设计的头杀 我们这个头发你看 有老的年轻的都有 像我们福德正神 这福德正神都不一样 所以表情我们也做了相当研究 做好以后我们做制服了 透过不带戏不仅邻居了社区情感 也让参与的长辈有舞台能发光发热 大臣社区发言协会也欢迎更多人来加入 一起传承传统民俗记忆 记得对比提订导人报道